老霍哥来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纸淘老霍的老霍哥 俗话说得好 入对圈子跟对音 老霍哥依然重复这句话 这句话很重要 今天到了周五 老霍哥给大家会上三件藏品 我们这三件藏品都是十分精美的 也是都是十分值得大家收藏的好东西 你看我们这个冰霉罐 这个冰霉罐也是一个细路的冰霉罐 最后这两件再给大家详细介绍 是非常好的收藏品 我们首先还是介绍我们咱们所说的冰霉罐 这个冰霉罐大家应该能从它的发色 包括它的评图方式能看出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细路的冰霉罐 而且我们冰霉罐发色一流非常漂亮 画的非常细路 非常的艳丽 我们首先量一下它的尺寸 大家心中有个概念 它的高度是14厘米 然后它的镀镜是13厘米 那么我们冰霉罐就属于一个中等的个头的冰霉罐了 我们冰霉罐它是一个全美品 没有任何的磕皮冲线消易咬 包括任何的后天形成的毛病没有 那么我们这个罐子里面 会有那么一个半个的小鸡爪 但是它不透是非常正常的 这个也是一个老器物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特征 那么我们这个冰霉罐也会送大家一个盖子 为什么是送大家一个盖子 我们这个盖子是有毛病的 要不要都行 不要也可以 就是来送给大家的 加上这个盖子的话 它的个体就更大了 所以说我们这件器物是一个非常精美 非常值得大家收藏的一个好冰霉罐 我们冰霉罐很多 但是我们像发色这么漂亮 画的这么艳丽的冰霉罐是极其少见 老霍哥一般的淘冰霉罐都是尽力的 给大家淘这种发色好的 平图绘画的比较细致 再一个就是它时代比较早的 这个冰霉罐最晚是光绪时期的 没有任何的争议 东西是开门大老 而且发色一流 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收藏的 这么一个冰霉罐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盖子 最后我们再给大家配一个锦盒 这个锦盒大家看 也是一个圆锦盒 那么咱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件藏品 这种好东西 它自己会说话 并不用老霍哥过多的催捧 这个东西我们透过屏幕 就能看到它非常高大的 绘画跟填彩也是一流的 那么这种东西 透过屏幕 它就有一种高大上的这种感觉 我们首先来看它的胎底 我们看了青花了 看了繁红了 也看了杯口 杯子里面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胎底 大家应该能猜到了 这是一个什么时期的 非常非常典型 非常开门的一个 康熙时期的 我们看这个胎 康熙时期典型的 锦皮亮柚糯米胎 这个胎修胎修膚非常的规整 而且胎非常的糯 带一点点的牙黄色 这个是一个大开门的 一个康熙时期的 而且我们这防红彩 也比较红一些 我们这一件器用 是一个十分值得 大家收藏的一件好东西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上手的非常舒服 它个体比较大一些 我们现在脑中有一个概念 先量一下尺寸 口径是8.3厘米 高度是7.3厘米 这个就是一个大口径的 一个大杯子了 大家能看到老霍哥 握在手中 它的个体有多大 这个铃铛杯 为什么一直都受到市场追捧 跟我们藏家的喜爱 首先它的造型非常的漂亮 个体像一个大铃铛 倒过来像一个铃铛一样 然后握在手里 确实这种东西 非常非常的舒适 它就是品查的一个神器 可以当一个很好的 一个主人杯 或者是一个大哥的 一个鸭手杯 而且我们这种 康熙的这种铃铛杯 它们各流传下来的 这种全美品 品相好的 非常非常的稀少 并不像我们一般的 康熙小的那种杯子 流传下来的数量那么多 所以说我们康熙的铃铛杯 就是收藏一件 康熙的铃铛杯 确实是品相好的 口皮没有任何磕皮冲线的 这种非常非常的少 而且我们这一支 它发色一流 而且我们这一支 也可以称得上 接近了全美品的状态 我们看口眼状态 保存非常的完好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没有任何瑕疵的 要说你使劲挑的话 我们这有一个 拖一个小酱油点 这没小白点 这是一个拖酱油点 大家看了 基本上是忽略不计的 那么像这种品相 也可以达到了9.99品了 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说我们这一支康熙杯 可以堪真称是 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收藏的 一件好东西 而且我们康熙的杯子 毕竟它也是一件利件 而且还会赠送大家一个锦盒 这个杯子非常非常的漂亮 包括我们的里面 看了吗 里面这种绘画的这种小花 画的都是非常工整 杯子里面非常非常的干净 银润 紧皮亮又糯米苔 在它身上发挥的淋漓尽致 大家也可以当一个标准器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种青花 非常沉稳 非常的蓝艳 绘画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细致 这一件东西 是一个值得大家收藏的好东西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在这里老婆哥也会 给大家一个比较低的市场价格 一般像我们这么大个体的 这么美的铃铛杯 就是大几千上万 都是非常正常的 好多卖家会飙到1.2 1.3万 好铃铛杯确实是比较稀少的 就像这一件 是十分值得大家收藏的 青花繁红苗金 需要多次入腰 东西绝对是一件大美的东西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收藏好东西 而且我们这个口又不是圆 圆度非常的好 东西是一个好东西 那么咱们来看 今天的最后一件 今天的藏品 都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而且品项都是属于一流的 然后我们再看 这件藏品 大家应该是没有见过 老婆哥也是第一次 给大家汇照 像这种东西 确实是市场非常少见 确实不多见 我们看一下 首先它上面会有几个字 在盖子上会写着一个瘦字 然后在我们罐身上 同样会有四个字 写的是福寿康宁 那么一般的我们器物身上 打有福寿康宁的 大部分的时代 它可以追溯到明晚 到清早期 那么这个小罐 也是老婆哥 捡回来的这么一个小漏 我们卖家 是把它当做清早期 清早期会让老婆哥 但是这种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胎质 上手又比较轻一些 胎非常干老 你看这种胎 它就像一个干血泥一样 那么我们这种东西 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我们一个明代时期 一个晚明时期的 而且带着福寿康宁 一般都是明代万利时期的 我们这种东西 一般的专家鉴定的 就是90%左右 或者80%到90%之间 都会鉴定成明晚 只有我们一些 不太懂行的 我们专家的 会给它鉴定成清早期 东西是一件 非常开面大佬的 一个明代东西 那么明代东西 它画的细路的 非常非常的少 那么我们这件 是一个例外 画的非常非常的细 而且我们这个福寿康宁 这几个字 写的是涓涓秀丽 而且非常的有力量 我们看一下 这个青花非常的沉沉 非常非常的漂亮 胎质 这个漏胎处 也是非常的干老 无论是从它的口部 在干老程度呢 已经超过了 我们大家的所想象的 这种干老程度 就是一个大开门的 一个标准器 我们明代时期的 大家看一下 包括这盖子都排除 而且右水 是极其的凝润 我们所说的 这种凝润感 是比较厚实的 我们明代的这种器物 就是它的右水 非常非常厚 上右比较厚一些 然后给我们的印入眼帘的感觉 就是像一块 非常大的一块和田玉 别看我们这么小的小罐子 它也是分两次拉皮形成的 中间会有一个对接纹 这个对接纹 并不是十分清晰 它就是一个精工细作的 如果是非常粗的民谣的话 它对接纹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在里面也可以看到 在里面也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小罐体的 这种对接纹 这个就是一个 开门大佬的这么一件器物 那么我们这个小罐子 它的整体的高度 给大家量一下 个体虽然不大 是一个小巧可人的 这么一件器物 是一件小温暴器 高度是7.3厘米 然后量一下它的度径 度径是接近了7.8厘米 那么我们这件器物 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底下属于一流的 没有任何的磕 只是重现小一咬 我们看任何的问题没有 东西决定堪称是收藏级的 这么一件东西 就是晚明的这种东西 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到不了晚明 就是到我们清早期 那么我们这么一件利件 带有圆盖的利件 也是十分值得 大家收藏的一件好东西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而且我们给它配了一个几格 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 这么一件东西 东西不用老后哥 过多的解释 东西好不好 我们透过屏幕 懂的人玩家 一眼就能看出来 像这种东西 带有圆盖的 是极其少见的 一般都会没有盖上了 晚明时期 完整保存下来的这种器材 少之又少 喜欢的话也不要错过 是一个收藏级的一件好东西 那么咱们今天的视频 老后哥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喜欢老后哥的视频 别忘了视频的左下方 帮老后哥长三秒钟 点一个超级的推荐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我们去点一下关注 咱们用抖音跟头条的朋友 见到点赞的手势 就帮老后哥点下赞 也希望大家的评论区 多多留言支持老后哥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宝贝 就找老后哥 139-318-17666